我国雨潭一哥李子佳 今天在燕尼雨球公开赛 下场才半个小时 就直落两局 遭到印度名将 拉什亚森淘汰 使得今年内就已经 累积了四次一轮游的糟糕记录 先会易冷的李子佳 在雅加达受访时宣布 自己会无限期休息 以便好好的充电 直到找回动力之前 都不会踏足赛场 世界排名跌落到第11的李子佳 在访问中透露 他也不晓得自己会离开雨潭多久 可能会是一段时间 因为他真的需要好好休息 一哥还说自己思考了很久 但是真的难以再承受赛场的高压 无法以百分百最佳状态作战 他也坦言 在上个月的苏迪曼杯表现出色后 就一直无法突破 退回低谷的水平 李子佳的这番决定 随即引起球迷的关注和担忧 都要是一段时间的 都要是一段时间的 安全的关注和担忧 都要是一段时间的 都要是一段时间的